隔离在家没事干一眼看更新就要断 反正早晚得吃饭 今天这顿做给你看 因为这个疫情原因呢 我现在无法出去探店 所以我决定向大家一展我隐藏已久的图意 当然了 我今天也是请了一位专业选手来给我们助阵 他就是原工业设计毕业生 曾经的米其林打工人 现在拥有云端超500万石克的法餐大厨 马壮实 让我们有请马大厨 大家好 我是王石 今天请王石来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教我做菜 我家拥有能作为主菜的食材 一共就那么六样 所以接下来要请你从一到六当中 盲选出两个数字 我会去拿这两个食材作为我们今天的主菜 看你能想出什么食谱来指点 就一点体虚都没有吗 那请 二哥六 二哥六 这是二行 两只梭子线 六号是一块五花肉 其他什么食材 我也一定看一下 番茄虾 番茄虾可以啊 我经常穿虾的 你拿几只虾穿吧 一只螃蟹我怕你不太行 我怎么不太行了 我不行 我给你看看我家咋样 我现在我家床还蛮大的 你懂吗 下次有机会来我家玩呢 玩累了可以直接休息 没问题的 那你家有面条吗 有啊 还有其他蔬菜吗 你讲这蔬菜吗 胡萝卜 洋葱 有番茄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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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地为了你买的 可以 不用番茄 太来笑了 太来笑了 妈老师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海鲜部分 可以啊 一只梭子蟹 三只虾 五花肉切一小块就够了 切了三十块就够了 这张腿 这张腿 筋皮五花肉 切薄片啊 切了一毫米吧 行吗 1.5吧 实在不仅2毫米 给您看看老师 目测厚大概8毫米左右 有点厚啊 你切成这个不太行 切成丁吧 无所谓 随便切两下 要吃也不要太高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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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看一下 经过米其林大厨认证的刀拱哈 然后呢 我没有认可啊 我只能吃而已 然后那螃蟹 螃蟹给它掰开 怎么拆啊 你吃过螃蟹吧 我平时吃螃蟹 但不是我自己做呀 怎么掰不开啊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等着没有力量啊 来了来了 多做几块 没问题啊 一共切成了6块 现在你一会儿想吃的时候 带壳吃还是带壳吃 吃的时候带壳的话 手脏一点 那我们现在脏 以后脏都行 你想想什么时候脏 哈哈哈 那就现在脏了吧 反正都已经脏到现在了 虾头虾壳先留一下 好的 那现在按照马老师的吩咐呢 我已经把虾和蟹都处理好了 再拿点那个大蒜 和洋葱 洋葱切四根之一个吧 切成非常细的小丁 可以吗 没事随便切 随便切 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正视我们的料理环节了啊 先要干嘛在这 家里丢 热锅吧 是不是要先 无所谓啊 其实说实话 热锅对你来说的有何味 What 虾头丢进去 螃蟹也放进去 维持大火状态对吧 中火 虾腻也不用改刀了 直接丢吧 哎都行 说实话做菜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难处的 都很简单 加点胡椒和盐 不要半斗 但是我觉得它怎么有点焦啊感觉 还有一点 夹一下搬一下就行 盐和胡椒还能加上 哦对对对 盐加多少 胡椒加黑胡椒加白胡椒 黑胡椒 好嘞 你加白胡椒吧 放手上 加高一点 对 分散一点 对 可以了 拿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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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露的感觉 我看到 可以 拿出来 没有很好 但也能吃了 锅 锅关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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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把肉拿出来剩下虾头 好 现在放洋葱大蒜 洋葱放一段 然后大蒜放进去 开小火 炒一下 然后拿那个铲子 把虾头压一下 把它压碎 不要碎 不是 你要学会跟油做朋友 对吧 因为我已经比较油腻了 哈哈哈 你让大家评一评 是你比较油 还是我比较油 大家觉得我比较油 抠个一 觉得黄石比较油 抠个二 好像你没有放猪肉是吧 用力去吧 一起煎一煎 把猪肉的油给煸出来 不能太油了对我 稍微把油冰一点 然后它有点脆一点 我看一下 它的肉的感觉 无所谓 无所谓 一起混在一起炒炒的 把番茄丢进去吧 一道番茄啊 我就突然有点在做西餐的感觉了 你看要加水 我觉得是要加水的 你把面丢进去吧 好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把这些东西一起翻炒 是吗 对 它都进去吧 对 它都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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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啊 它是很长的 加点翻一下 颜色更好拍的 好多啊 哇哦 把那个壳丢进来再翻一下 稍微装一下 哎 不是有三只虾吗 怎么只剩两只了 两只虾更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两只虾能摆出一个 叫爱心哦 你干嘛 有没有什么绿色的东西撒撒 你看我头上有吗 有适合用的吗 这不合适吧 哎 海鲜一面来喽 想不想吃 不就爱心 不就爱心 不想想吃 不是 真的 我知道 给你吃吧 肯定是因为大家没有点赞投币 所以吃的不香吧 历经千辛万苦 我们的海鲜意面终于做好了 真的 尝一尝自己辛勞动的果实啊 嗯 牛逼 洋葱和大蒜在油里面释放出的香味 配合上番茄和海鲜带来上的鲜 裹鞋在面条的外面一起送进嘴里面 既展现了我们马厨身后的功底 也展现了我这种天赋异禀的学习能力 做出来这个非常棒 非常棒啊 今天这顿饭做得非常成功 那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次 线上的连线教学如何呢 如果大家觉得确实还不错的话 我们等疫情过去了 就和大家积极的线下见面 然后来学做菜 我也去品尝品尝这些料理up主们 他们做的菜到底如何 好